吳小姐到台灣去 然後我們在台北衛福部 就是分享的時候 她有特別提到說這邊 如果有做酒釀 我們都可以應用在 這個三白菜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上課時候 會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們會利用老酒 她有一些老就是 前輩的智慧在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吃過 阿克可能會變成 兩倍三倍之多 我們就可以透有一位發酵 所以吃發酵素菜 不是不好 是你要怎麼管控她的風險 早上黃老師是這個 有跟大家介紹 在整個發酵過程中 我們有一些風險 我們要去克服的 不要讓它發生 那所以我們應該 明白的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下面 還有足夠的時間 我們會有跟大家分享說 那市售的那些醃漬素菜有哪些 要瀝掉嗎 沒幾組吧 不會啊 我們就把菜拿起來 再拿起來 會洗啊 一般我們那個酸白菜 如果它的水是乾淨的 其實那個汁是可以用乾淨的 沒錯沒錯 是對一下的 對對對 那這個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有啊 打碎 什麼意思 就是發酵過程加豆腐 豆腐 你是說裡面在發酵過程嗎 不建議呢 豆腐會灼掉那個 那個湯汁 湯會把我送來 謝謝妳 應該會有茶 會有那個泡菜 泡菜水是可以 泡菜水是可以 火開 然後用刮開開的 其實應該是 畫十字就可以 畫十字然後用掰開的 對切 對 好 菜就是這樣 就已經 就是剛剛已經有陰乾了 5、9、10、7、12、13、14、15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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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因為這裡菜比較厚,所以這邊的鹽我會塗多重一點 不然就是用那個方形盤也可以 因為這個缸是窄口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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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頭對尾 好 頭對尾 然後就是叫一個觀看 基本上是一個觀看 這樣就叫小燈 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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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騙 好